我是大寶法王Johnny 就是大家的保險法之王 我專門來幫大家解答各種保險與法律上面的疑難雜證 那相信大部分人買保險呢 都是跟保險業務員買的 那有的時候呢 因為投保的文件非常複雜的緣故 你自己根本也懶得去填寫投保文件 保險業務員呢 為了表示他的服務很好 他都會幫你填寫所有的投保文件 包括了腰保書 也包括了健康事項告知書等等 今天我們就要來跟大家聊一聊這個問題 保險業務員幫你填寫的投保文件裡面 內容是不實的 那最後倒霉的是誰 去年呢就發生了一個實際的案例 有一位A先生呢 跟保險公司的業務員 買了一個 終身受險 附加終身醫療保險的保單 所以就請B小姐幫他填寫腰保文件 B小姐就根據腰保文件上面的詢問事項呢 就問了A先生說 那過去一年啊 你有沒有曾經得過梅毒 他就回答了B小姐說 有我有得過 但是已經治好了 B小姐就想說 那既然已經治好了話 那就是沒有 所以說B小姐呢 就幫A先生在健康事項告知書上面勾了一個 沒有 投保過了三個多月之後呢 A先生忽然發現他腳麻手麻四肢麻痺 經過檢查以後才發現 原來他的神經麻痺是因為 體內還殘留著梅毒病毒的關係 於是A先生住院治療七天 出院了之後呢 他就向保險公司申請了住院醫療險的理賠 結果保險公司去調閱了A先生的病例之後才發現 A先生之前根本因為梅毒而去治療過 但是在投保的文件裡面卻填寫說沒有 保險公司就認為說A先生在投保的時候呢 告知不誠實 於是呢就解除了A先生的保險契約 而且拒絕理賠 那麼到底保險公司拒絕理賠沒有道理呢 那法王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些背景的知識 保險業務員呢其實有兩種 一種呢叫做保險公司的業務員 一種呢是保險經紀人公司的業務員 保險公司的業務員呢依據法律規定 他就是替保險公司招攬保險的人 第一個他一定要解說商品 第二個一定要解說投保文件的填寫的方式 第三個呢他會幫保險公司遞送這些投保文件 第四個他也會做一些保險公司授權他在招攬的範圍內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說法律上我們就說保險業務員其實他就是 保險公司的使用人或者是旅行輔助人 就是幫保險公司去完成這些招攬動作的人 另外一種呢就是保險經紀人公司的業務員 因為保險經紀人依據我們的保險法的規定 他是為了被保險人的利益 去幫被保險人洽定保險契約的人 他就是可以幫被保險人呢 比較多家的商品之後呢 規劃出一個最適合他的商品 也因此呢保險經紀人公司 因為是為了保護的利益 來去跟保險公司磋商 所以說他其實是保護 也就是被保險人的代理人 再來我們就來看說業務員 他如果幫保護填寫腰保文件 那如果說他的內容不實的時候呢 到底這個過錯要歸到誰的頭上 這個時候法王來看一看 法王看到的是很複雜 不能一概而論 我們就分四種情形來看 第一種情形 不論這個業務員 是保險公司的業務員 或者是保險經紀人公司的業務員 明明知道自己有身體狀況 但是呢 你跟業務員串通 來欺詐保險公司 不管說這個東西是你倡議的 還是業務員煽動你的 只要你參與在其中的話 這樣子你就違反了保險法上的誠實告知的義務 保險公司可以解除契約 而且拒絕理賠 如果大家已經忘記了什麼叫誠實告知義務 我們前幾集有講過 記得回去複習喔 第二種情形是 不論是保險經紀人公司的業務員 或者是保險公司的業務員 他一項一項的照著健康事項告知書 上面的事項來問你 記入你所告訴他的內容的時候 明明知道自己身體有狀況 但是你刻意隱瞞 你也違反了保險法上的誠實告知義務 保險公司也可以拒絕理賠 或者是解除契約 那第三種情形就是 業務員如果是保險公司的業務員 你知道自己有身體狀況 在保險公司的業務員詢問你的時候 你也告訴了業務員 你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但是業務員卻沒有把這樣子的狀況 忠實的填寫在投保的文件上面 也沒有告訴保險公司 只要是這種情形 這個錯就要算到保險公司的頭上 所以說保險公司不可以解除契約 而且他要理賠 接著第四種情形 如果這個業務員 是保險經紀人公司的業務員的話 就算你誠實告知了保險經紀人公司的業務員 但是保險經紀人公司的業務員呢 他卻沒有把你告知的一個事項 忠實的填寫在投保的文件上面 因為他是你的代理人 所以他代表你 所以不好意思 這個時候呢 他的過錯還是要歸到你的頭上 那這四種情形 大家聽懂了嗎 在這個案子裡面呢 B小姐是保險公司的業務員 不是保險經紀人公司的業務員 A先生事實上他雖然得了美毒 但是他沒有刻意隱瞞 他已經忠實的告訴了B小姐 但是B小姐呢 以為A先生已經好了 所以就在投保的文件上面勾選說 A先生從來沒有得過美毒 所以說這個過錯呢 是B小姐單方面的一個過錯 要算到保險公司的頭上 保險公司不但不能解除契約 而且還要賠償A先生7天的住院的費用 保險公司的業務員 他當然對自己商品是最了解 因為他只賣單一家公司的商品 但是保險經紀人的業務員呢 他其實可以幫你比較多家的商品 也就是說他有比較多的選擇給你 也許他規劃出來的商品 可能會是一個最適合你的商品 法王要呼籲各位 在投保的時候呢 即便是業務員服務很好 幫你填寫邀寶書 你最後確認裡面的正確性 這個動作還是要不厭其煩的做一下喔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保險市場上各種 似是而非的說法 幫大家指引一條明路 點起一盞明燈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歡迎按讚 分享訂閱 並且幫我們按一下小鈴鐺喔 好 那這集就到這裡啦 大寶房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